好了 那么我来保存一下视频 就是文件加密的概述 文件加密的思路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加密 那么在加密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跑起来 一定要把这个跑起来 你要明白它是干啥的 明白它是干啥的 明白它是干啥的 伙伴们一定要注意 OK 好了我们运行 首先这个代码运行起来 打印的是这个 一加密文件 二解密文件 三退出程序 所以说我们首先 要做一个这个出来 那做个这个出来 我们就开始一步步去做 一步步去做 那首先呢 我们要干嘛呢 创建一个工程 创建一个工程 那么叫什么 中端程序 文件加密 文件加密 慢点水 好了 那么文件加密的话 文件加密的话 一定要注意 那么文件加密的话 我用分函数和 因为API 那绝对要分函数 分函数的 那么既然这样呢 我就用分函数 和分文件的方式实现 分文件的话 锻炼一下吧 再添加一个原文件 叫功能文件 就叫方.c 方.c 方.c 就是我们的方.h 方.h 那么这个主函数呢 我们先写主函数 首先啊 它要include 这include std l.h l.h 然后呢 int慢 慢 然后呢 int al gc chart 青花 algv algv veterin 好 就这个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放点c里面 一定要放点c里面 干嘛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叫实现我们的文件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你看跑起来过后 它打赢的是这个加密 一二三 加密解密 那就帮助信息 然后帮助信息的话 我就写一个wide wide 你看它这个参考API 它是怎么写的呢 参考API已经告诉了 它是什么呢 你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它是wide print help wide print help 就已经告诉了 这个它告诉了 print help 然后呢 这里面有参数 wide wide 然后呢 注意 那么这个地方呢 打印 printf printf干嘛呢 新花新花新花 新花新花 这是新花 按照它来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加密文件 加密 文件 好了 那么 那么 同样道理 二就是解密文件 二就是什么 解密文件 那么三呢 就是退出 三就退出 退出 退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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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呢 对啊 是一样的 OK 退出程序 那么这儿呢 用到了printf 我们的方点c里面呢 它是没有 不能用printf 所以说我们干嘛 包含 printf 用不了 它需要包含头文件 那个头文件是什么 stdio.h 注意 好了 这是print printhelp 写好过后了 接下来要声明 那么这是由于跨文件 定义的 那么就要在头文件声明 那头文件怎么声明 是防止头文件 重复包含 叫ifloaddefine ifloaddefine ifloaddefine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方 然后呢 define 这个红 写上就行了 endif 当然也可用programs programs 好了 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声明 叫什么声明 就是把这个负字过来 函数定的 第一个负字过来 负字过来过后了 加个分号 在前面外部 声明一下 表示这个函数来自外部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主函数要调用的话 主函数要调用的话 调用的话 那干嘛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include 包含一下你的头文件 include 包含一下头文件 有点注意 头文件叫什么呢 就方.h 包含一下 包含的目的 就是把这句话 把这个声明语句 在预处理的时候 就拿到这个位置 那这时候我们用它 比如说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print print什么呢 help 这个调用help函数的时候 这时候就识别 这就识别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然后这时候是不是 1文件加密 1文件加密 2 加2解密文件 3退出 退出 OK 那么这个地方 没问题的 这个没问题的 给两个在群里面 括个1 括个1伙伴们 就刚才 这个跨文件 跨文件编写 没问题的 括1 有问题的括0 一定要做 咱们 有问题 一定要回0 两个给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有没有0 OK 那么这是这个搞定了 这个搞定过后 伙伴们 接着这个是帮助信息 那么这个 我们刚才看一下 这个东西会执行 很多次 它是干嘛呢 它不 你看到没有 我们去执行一下 执行 1 比如说我按下1 按下1 然后输入A点 A点贴梯吧 加密 然后再输个 B点贴梯 多去玩几下 B点贴梯 输入一个1 你看到没有 加密成功过后 它就又打赢了这个 又打赢了这个 只有你输出3的时候 它就退出了 输出3的时候 它就退出了 所以说 这个输入的时候 在不停的运行 不停的运行 那就是什么呢 说白了 就是Y1 Y1 不停的运行 不停的运行 说它在不停的运行 不停的运行 那不停的运行呢 它说输入1加密 输入2解密 输入3呢 干嘛呢 就是退出 说说咱们要把1,2,3得到 1,2,3得到 比如说cmd 这样得到 我们就写个0 写个0 那这时候呢 就是干嘛呢 就是获取我们输入的指令 获取我们输入指令 干嘛呢 诶 百分d 百分d 拿到什么呢 拿到我们的cmd cmd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要注意 那这时候拿到我们指令过后 我们要判断 判断你输入的是啥 判断输入是啥 由于这个命令呢 是1,2,3这种简单的方式 1,2,3这种简单的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 可以选择什么呢 就是Switch 用if吧 Switch break 跳不出去 我们用if吧 if啊 cmd 如果等于0 那就是加密 加密 else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forcmd 等于0 没有0 就1 1 cmd 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 2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解密 那么 else if else if else if cmd 等于什么 等于3 那就退出 就达到这种效果 达到这种效果 一定要注意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我输过其他 它做处理没有 没处理我们就不处理了 如果我输过5 是 请输入一个正确的选项 他做了处理的 他做了处理的 也就是说 他做了处理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们再来个else else else干嘛呢 请输入一个正确的选项 请输入 prin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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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请输入 一个正确的选项 选项 正确的选项 伙伴们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简单 简单打印一下 咱们先别去实现 这个加密的功能 直接 这是什么呢 直接打印一句话 看能不能调通 比如说加密 加密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解密 我先用字幕券 代替功能 解密 就是说你的框架会有的 这个框架会有 好使的 然后这个退出 退出的话 就break break是不调出外的 所以说 为什么我要用 衣服 如果用switch break只能跳过switch 还跳不过外层的 所以说 我现在选择 干嘛呢 选择break 那这时候呢 我们大家看一看 来看一看 我们运行一下 和我们想要的 是不是一样的 比如输入个1 进行加密 加密 那2呢 进行个解密 那么3呢 就退出 退出了 对吧 你看这是不是退出了 OK 好了 那再运行 我输入个其他呢 我输入个4 请输一个正确的选项 你看到没有 输个5 请输一个正确的选项 正确选项 这和我们一样的 一样的 OK 那就说明这个框架 没问题了 框架没问题了 OK 这个地方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框架没问题的 给两个回个2 给两个回个2 咱们一会儿再继续 那么框架没问题 过后了 咱们就可以干嘛 就是写我们代码了 就写我们的代码了 注意 好笨 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就加密 加密 那么加密呢 分为几步了 分为几步 分为几步 加密呢 分为几步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看一下 当我们去按下1的时候 按下1的时候 加密的时候 第一步是 获取原文件和 目的文件名 那获取原文件和 目的文件名 API有没有规定呢 我们看一下 API有没有规定呢 有没有规定呢 有没有规定我看一下 有 getfile 你看到没有 获取 目的文件名和原文件名 就是 这个是规定好的 说到你要加密的话 你要对谁加密 将来加密完够 保存到哪个文件中 所以说像这个地方呢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 获取 获取 原文件 目的文件名 目的文件名 那么这个目的文件名呢 我先把这个 他这个API给你复制过来 API给你复制过来 他要求是你必须这么写 他要求的 这是对方的API 要求的是你必须这样写 我先给大家复制过来 这是声明 这是声明 我现在给他注册一下 就要这些 那获取到 目的文件名过后呢 这是第一步 获取文件名 你看我们 输入个1的时候 原文件名 比如a.tt a.tt 那目标文件名呢 b.tt 玩过后呢 就输入什么密码 输入密码 是不是输入密码 说这个里面呢 第二步就是 获取我们的密码 获取用户输入密码 获取干嘛呢 获取用户输入的密码 那获取用户输入密码 它提供API没有呢 我们看一下 获取输入的密码了 没有提供API 你看整个过程中呢 是没有提供API的 没有提供API的 没有提供API的 那么它没有提供API 那就说明这个代码 可以用户自己实现 就自定义实现 可以自定义实现 注意 像这个提供了的 提供了的 这个函数 就必须干嘛呢 就必须参考原文件 必须参考API实现 参考 API 这个获取密码的话 这个不一定要在第二步 都可以 接下来再看第二步 就拿这个来 第二步来看 第二步干嘛呢 就不一定是第二步 第二步第三步都可以 这个地方 第二步就是干嘛呢 你既然获取了原文件名字 我要加密 加密说白了 就是干嘛呢 加密要干嘛呢 就要把这个原文件名字 读出来 原文件的名字 对的内容 读出来 读获取原文件的内容 获取干嘛呢 获取 获取原文 原文件名 对应的 对应的文件内容 然后这儿有 它提供API没有了 它会让我们用API 去实现吗 我看一下 有不有了 有有有 这儿RAID的File RAID的File 这个它提供的 这个是必须 如果它提供了 就必须按照它这个 按照它这个来 不是说你想怎么来 就怎么来的 是不行的 别人提供的 别人提供的 那这种就必须参考 API去实现 好了 这是这个第二步 第三步来获取用户名 那么第四步就是干嘛呢 对文件加密 第四步就是对文件加密 第四步就是对文件内容加密 加密 那么加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提供API没有了 对文件 支付数据加密 看到吗 加密 提供了 就把这个拿过来 我们拿过来 拿过来 因为它提供了API 你就必须要参考它的API 去设计 参考它的API去设计 先写到这来 然后这就是什么呢 参考API实现 参考API实现 那么这加密完成过后 咱们接下来干嘛 是要保存 加密好的过后 是要给它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就是说 对加密好的文件数据 要进行保存 对 对加密好的文件内容 进行什么呢 就保存到 保存到哪呢 就是目的文件中 目的文件民众 那么这个呢 有没有什么呢 有没有规定API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规定API没有 保存保存保存 有规定 它也规定好的 这也不能动 这个也不能乱动的 也规定好的 所以现在还挺多的 现在还挺多的 好了 好 这就完成了 就是第一步 获取原文件 目的文件 你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思路 获取原文件 目的文件 那么根据原文件 读取内容 读取内容过来 获取密码 获取密码 就对我们的内容 进行加密 加密 加密完了过来 对加密好的内容 保存了 目的文件 那么这个写完过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解密 解密是怎样的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看一看 解密它是个什么过程 解密它是个什么过程 其实解密 也需要获取原文件 目的文件 就是说你对谁解密 你对谁解密的过后 你要获取这个 获取密文的内容 你看 第一步和第二步 和上面是一致的 获取了 获取什么呢 密文的内容 获取完密文的内容过了 就干嘛了 获取用户输入密码 获取输密码过了 接下来就不是加密了 这叫什么呢 解密 这个叫解密 就这儿不太一样 解密 就这儿解密 那么解密这个函数 有没有实现呢 解密 我们看也有实现 就这个函数 解密 这个就是解密的API 解密的API 所以你看到没有 解密它有它自己的API 所以你会发现 它和我们的加密 流程一样 解密完了过后 对内容进行保存 对内容保存 说白了 加密解密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个这个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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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解密 这个第四步是加密 看到没有 加密文件 第四步加密 前面都是一样的 前面呢 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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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都是一样的话 都是一样的 注意一下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话 你可以想办法去缩减这个代码 所以我们只是做个对比 这个对比 你看加密的过程 加密的过程 是这样做的 加密过程 这样做的 获取第一步 第二步 都是一样的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五步 都是一样的 获取原文件 读取内容 获取密码 保存 你看都一样的 只有第四步是不一样 第一 一个是加密 一个是解密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流程 整个流程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 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根据这个流程 一步步去干嘛 一步步去实现 一步步去实现 一大罪 好了 那么对这个流程 了解的 就对这个流程 大致认同的 别了解 大致认同的 coco3 coco3 一会我们按照这个流程去写 去写 因为这个流程 两个里 这个流程是怎么来的 这个流程来 是就是你要玩这个 你要玩这个 你看到没有 输完了过 你是要输密码呀 比如说123456 对吧 翘回车 是不是保存成功 是不是加密成功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什么 这个流程 流程 好了 那么这是整个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 OK 我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保存一下